今天这位小伙的操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老板从百公里外请来 六姑父五姨妈四舅家隔壁三哥的儿子 前来帮村长家门口修建一座五平米的围墙 没想到就这不起眼的小工程 小伙开口就要一千八 吓得村长连连后退 没想到成品完工的那一刻 隔壁左右邻居见到后都看得呆立当场 并且还纷纷邀请他去帮自家也气一个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小伙首先在底砖的正中间位置 气上了一层10墙 接着他又将整块红砖 用角磨机给他来了个鞋面一分为二 不规则的地方 当然也要给他稍微打磨一下 接着开始从左往右起手气砖 鞋砖之间的距离 给他留出五公分的间隙就可以 气上一层后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两头都要给他做出一个20的躲子 这样才能抵挡住中间鞋砖的受力点 接着以相反的方向 用整块砖继续操作 看来小伙的这个造型手法真的是太牛了 简直就是气砖围墙界的天花板 话说点赞是情分 不点赞是本分 相信您能看到这里 是不会为小伙这样的手艺人 吝啬一个赞的 上面的收口 直接给他气上一拍压顶就可以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